现在我们晓得最要紧的 没有别的 旧地球重要 往生比旧地球还重要 应该是把往生摆在第一 旧地球摆在第二 对了 救度以及苦难中生 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 还能救人吗 自己怎么救自己呢 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口里头有阿弥陀佛 口不重要 心都重要 真有阿弥陀佛 救救了 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了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放下 凡属有相解释虚妄 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做到 随云妙用 随云不变 能随夜切众身缘 不变的是什么 阿弥陀佛 如周围 famille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其他东西装不进去 这就说 Marianeman 为义有责 那就是我们今天学 刘华健 为义有责 做给别人看 希望大家回头深谙 从哪里回头 从迷惑颠倒回头 从错误回头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我们做给他看 做的方法没有别的 只要把弟子归 做出来了 感应品做出来了 就是好榜样 就能够救这个学会 救这些苦难众生 就能够拯救地球 六活进里面 身同住口无真义同月 那是要做出样子出来的 这三条 这三条就是四德里头所讲的 唯一有责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怎么做 随时随地 养成这个习惯 真正的热爱一切中心 关怀一切中心 照顾一切中心 照顾一切中心 我们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都是在帮助一切中心 没有为自己 那我们今天 罚这个愿 真诚的愿 恳切的愿 非缺不可 那我告诉你 你今天修这个书身的愿 是圆满的 过去生中修的少 你这愿念就补足了 所以法无定法 可振可见 如果对这个世间 一念贪着 还不想去的话 你那个音马上又少了 又减少了 那那个念头恳切的话 立刻就增加了 这加渐成处啊 这不是电法了 不要怀疑啊 大概我过去修的书身音少啊 没有人那么多啊 你也常常想这个 越想越少 为什么念头啊 一切发从心想生吧 就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有负面的思想 有负面的思想 你就堕落在负面 有正面的思想 你就提升成正面 记住 一切发从心相生 没有先后 没有多少 那一念坚定 圆满具足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谁搞清楚了 谁明白了 幸运成就 他就去做了 这边的思想 有负面的思想 有负面的思想 有负面的思想